气阀刺屁股,男子变人肉气球 48岁的纽西兰奥坡地基卡车司机马克 说起上周六的意外还是惊魂未定 因为他差点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人体气球 当时在卡车旁工作的他 不小心跌坐到刹车气阀的喷嘴上 高压气流不停灌入他体内 他身体迅速膨胀成两倍大 连肿成猪头感觉快要爆炸了 同时健壮赶紧跑来关气阀 大量涌进的气体让他的脂肪和肌肉分离 皮肤跟烤乳猪一样脆脆的 那么体内多余的气体要怎么办呢 动新闻注意安全报道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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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